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19号 星期天 然后所以说难得的我又来白天录屏了 昨天呢跟大家讲的是一键安装超简 然后呢的话 我就是新买这个服务器感觉非常好 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个速度啊 这现在用的就是新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速度到底能去到多少 因为昨天晚上测试的时候是板高峰嘛 能去到14000左右 它是CN2GIA的线路 然后我们同样的来个4K吧 好嘞 我们同样来个4K 同样这个狮子 哇 看见这个狮子我现在觉得都很亲切了 之前呢我的速度太慢太慢了 好 选择4K 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看速度能去到多少 好 17000 让它跑一跑 让它跑个几秒钟 看看怎么样 然后把声音关了 22000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我测试的时候 它的速度能稳定在35000到4000之间 然后估计这还得让它先小跑一会儿啊 然后呢这是V2ray的速度 然后呢我今天跟大家讲怎么去安装超紧 然后并且呢我把超紧的速度也测试一下 你看这个刚才已经上到3万了 然后反正速度大概就是这样 V2ray的速度啊 然后呢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我教大家怎么去把那个V2ray换成超紧 然后呢我同样的先把这个东西给它关掉 超紧和那个V2ray是不能共存的啊 先给你说一下超紧和V2ray不能共存 所以说呢就是要不然你按超紧 要不然你按V2ray 那好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我先登录这个host host there 然后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点我的链接进去 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那个什么了 直接买了 比如说这个萝卜头 到萝卜头这 然后这一个点开 好我这给出了一个直达链接 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买的话 可以就是看一下啊 在这有一个租用主机服务 直接点击租用主机服务就行了 然后在这的话我先我就不退出了 这是我的账号登录着呢 然后我可以先看我的那个什么 先看我的服务 呃就是在这 好首先呢我要做的事就是把它给重新装一次 把它重新装一次 啊在这啊 看进来了他的那个服务器的主主界面了 然后这有CentOS7 然后主机名什么东西 这什么都是很很妥妥的都在这完成 然后的话我在这选择重装CentOS 我同样的选择那个CentOS7 7.7 7.6都行 反正只要你是7就行了 然后新的密码新的密码的话还是我自己输入啊 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就是说他这个他这个密码的是自己输入的 像别的呢都是 都是那个什么系统自动生成的 所以说这点有点好 就是这然后我就点击重装 好嘞点击重装了啊 重装了然后呢我还不知道这个是是是是人工重装呢 还是那个什么还是自己重装 我希望是自己重装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 平常的话他都是那个什么的都是电脑自己重装的 这句话让我看看啊看看是什么意思 我用谷歌翻译一下 然后等一等啊 我把这个签就先退了 好这个的话他有点慢我别弄的让我重装一次系统得等个十多分钟那就麻烦了 OK我先暂停一下吧 我先暂停一下看看怎么样 哎已经好了已经好了 这个已经好了啊 然后的话我的那个什么密码还是要输入一次新的密码 当然我的密码是没有变的啊 还是这个我就开始链接 然后接受并保存 接受并保存已经链接成功了 OK我的服务器已经是全新的一个服务器了 在这呢 呃当然要那个什么一下啊 我还是得先暂停一下 因为我要找找我的超级的一键安装脚本 我就给他在 好了OK朋友们我找到了 然后这个你看啊使用一键安装脚本就是在这 是SynthOS7 我们同样选择SynthOS7啊 这不要去选别的 然后在这直接粘贴 然后回车 回车之后呢在这就选择1 输入数字1 然后回车 然后等会呢他需要你去输入你自己的解析的一个域名 我同样还是用昨天晚上那个域名 好吧 然后明天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V2ray跟那个 V2ray跟网站共存 因为我对网站的需要呀 我对那个T字的需要是真的是挺那个重要的 罗伯头联盟.com 是吧 然后回车 OK 然后他这现在就开始域名解析正常 然后他就开始给你装了啊 好我们在这耐心等一下大概需要个一分钟 两分钟 反正很快的就是了 瞅一眼啊 他现在已经在生成K的你看到绿色的字就是说生成这个罗伯头联盟点K 就是说你在完成那个TLS就是伪装域名啊 我们经常说的SSL好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链接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链接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链接我把它复制下来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完成了 你看他也是说的Switch 呃 Umega 这个东西可以浏览器插件用 也可以用那个别的在这呢 我就用那个什么就行了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出现这个绿色的就是证明已经完成了 就一件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 那我们就去下载这个东西 他已经说了让我去下载这个呃 这个罗伯头联盟 你看这是我在我的浏览器里 这是这个的域名呢就是我的域名 我的域名直接去下载就行了 但是呢 呃你自己装的时候也是自己去下载啊 这个东西就别人帮不了你什么的 反正域名系好了就行也没啥 好 在这儿的话我就再看一眼手机 不好意思我手机上今天是星期天呃 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的话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就是VIP会员在我做的一对一 所以说打了一天电话也是醉了 然后打开文件夹 好打开文件夹 然后把它我就复制剪切到桌面上吧 因为我后面的话我可能还是不会用这个东西的 我可能会用V2ray加博客链接 好把它把它解压 然后我们双击 这有一个 大家看好啊 这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是太大了 好 大家看好啊 你每次要开机的时候呀 要用这个V2ray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start点BAT 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 在呃呃 如果是要关它 他的话 就把这个stop双击一下就行了 那好现在我们就来呃 就来那个什么一下啊 就是把它双击一下好 这闪了一下就证明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 我们再来试试就是我要添加新的 新的服务器是吧 添加Sogis服务器 Sogis服务器呢 服务器地址是127.0.0.1 然后端口是1080 然后用户名呢 就不用选 什么东西都不用写了 然后可选啊 这个别名的话随便就是写个 抄警是吧 然后就开始确定 然后呢我们测试一下通不通 呃 右键点击他 右键点击他 下面有第四个啊 就是这个测试服务器的真速度 你点击一下这个就行了 当他出现0%的时候 证明这个是已经通的了 当他出现0%就证明是已经通了 我们来拼一下他的服务器速度 这个好像不怎么通啊 已经发现异常 这个东西的话我就要看一看啊 呃我们来试试 我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打开 能打开的话就证明好了 如果不能打开的话就是不行 我们先设置他是全局模式 啊 可能是没安装好啊 然后我们再在这给他再stack一次 127.0.0.1 对不对 1080对的加密方式这些东西都不用 然后我们来点点击一下编辑 1080用户名 然后抄进 这个没什么错的啊 我们就先确定吧 无法连接到远程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站行不行啊 就是罗伯头联盟.com 这个装错了不好意思啊 然后我现在给他重新装一次 我也重新装一次 然后的话我就先暂停一下吧 好吧我们继续啊 刚才是那个什么 刚才我用的V2ray那个 用V2rayN来连接的可能不行 然后的话我就用那个什么 我就下载了一个这个sstap 这个的话我到时候链接也给到大家 这个怎么用的 你看啊就是把它双击一下安装 就比如说双击一下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然后的话具体这怎么安装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先把这个端开链接 然后把它剪掉就行了 好 然后呢怎么添加节点呢 在这有一个添加socks5 httpsocks5在这选择 然后的话类型选择什么 类型选择sock5啊 然后呢我们服务器类型127.0.0.1 然后端口是1080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就OK了 然后我们在这点一下小闪电 就是测试 我们看看测试通不通 测试是通过的 当你显示这个通过的时候呀 他就是转发协议已经成功了 你看用的是这个端口 然后呢成功了 我们再可以就开始下面这个选择 选择一下网页浏览器 然后跳过中国节点 然后就OK了 或者说不代理中国IP 都可以 然后我们就在这设置一个那个浏览器吧 随便设置一个啊 这个是之前玩游戏的一个东西来找 然后选择这个跳过中国节点 然后我们连接 OK没了没了在哪 他是在右下角 然后我们双击他你看啊 在这已经链接了 已经链接的话 我们在浏览器中测试一下啊 好我们同样搜索4K 我们搜索4K 然后还是这个狮子 我看看他的速度能到哪啊 我们V2ray的话 刚才是最快的是3万多啊 最快3万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超锦 他的速度到底是不是比V2ray要快 一切都是未知 所以说我们自己来共同来看吧 729 729是不是很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没有安装BBR Plus 对吧 好那我们就继续安装一下BBR Plus啊 这个729太慢太慢太慢了 你安装一个BBR Plus的话 可能能让你的速度提高至少10倍 我们就开始把它暂停 好我们又回到这了 然后同样的啊 同样在这有一个BBR Plus 一定安装 我们还是之前那个方式在这 然后粘贴 然后回车 好我们这同样选择的是BBR Plus 脚本内核 选择2 你看这个网速啊 它是500多500多 真的是超级慢的 但是你安装个BBR Plus BBR Plus之后至少是10倍 甚至是20倍的让你涨 我这个如果是你看500K500K的 然后如果用BBR Plus的话 我能估计预估能到4万 那就是800倍 80倍吧 还是800倍 反正80倍或者800倍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安装这个BBR Plus 能让你的网速也瞬间起飞 OK 我这就不弄了啊 把它先关掉了 然后我先继续安装 在这正在安装 这个安装的话 因为是196兆 它要自己下载 可能会慢一些 大家要稍等有点耐心 你看它伪装成的网页 就是这个超级伪装成的网页 还是这个网页 一模一样的 它是一个真实的网页啊 然后呢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说你用我的脚本 哎你也是这个网页 我也是这个网页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网页 那也会出问题 所以说最安全的方式 还是V2ray加 V2ray加那个叫什么呀 加真实的网站啊 他来他来那个什么隐藏呢 因为你日常也要做到更新博客 也要去弄什么 所以说这个是最安全的方式 是我目前认为最安全的 绝对不会被抢 永远不会被抢 超级这个呢 也是一个真实的网站 你要需要的话 把自己把这个静态网页给他换一个就行了 好吧 OK我们再回到刚才这儿啊 这儿说的要让你重启 点击 歪 然后确定 OK连接已经断开了 他开始重启服务器了 我们把这个关掉啊 今天有点热感觉 前几天冻的跟啥一样 前几天冻的跟猴一样 然后现在呢 又搞的热的跟什么一样 天呐 这天气反复 好我们重新 重新连接啊 看看能不能行 好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们同样在这儿复制粘贴 看我们内核 这儿特别注意 我们内核已经是bbr plus的 然后呢 我们再用那个bbr plus 用这个7 我一般是用的7 因为其他的磨改版的 磨改版的 它不是太 不是太稳定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用7就OK了 然后这个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我们还是弄 还是昨天那个吧 就是我们要设置启动 也不用启动了 因为它这个是超紧 就是这样子啊 我看一眼 这个v2ray简易一键安装脚本 啊 这个是启动v2ray 所以说我们就没必要在这儿搞这个东西了 好吧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到网站上测试一下速度 同样打开YouTube 打开YouTube 这时候呢我要把我的代理先关掉一次 代理断开一次 然后我再链接 重新链接啊 不对 要那个什么 因为你这个安装那个bbr plus 我需要先把这个给它暂停掉 需要给它暂停掉 然后我再重新开 再重新开一次 这个就是没有v2ray好 就是这点啊 v2ray呢 你直接随意的电脑直接就启动了 然后这个呢 你还得要手工点一下 所以说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呢 超进的速度 确实是应该是比那个什么快的 我们再来点一下YouTube 好已经上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4K啊 同样是看4K 这时候看看有bbr plus 那个加持的 到底是快还是不快 哇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牛的buff呀 好让它跑一跑啊 同样的我们要让它跑一跑才行的 你不让它跑的话 开始就想 直接到几万那是不可能的 看已经到5000了 然后我们看看它超进是不是能去到4万 我预估超进会比v2ray会快一些啊 刚才我们测的v2ray是3万多嘛 3万多 然后这个的话已经上1万 让它跑个两分钟 看看能不能上的去 1万5 1万8 再看个2万 好2万2 是吧 它速度是确实是比较快一些啊 然后呢 这个超进呢 手机端也行 手机端也能登录啊 手机端登录啊 手机端登录的话我就 这节因为不是基础课 这节不是基础课 我就不想跟大家演示那么多 因为开始的时候呃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那个什么的吗 也都知道啊 可能对对对 这个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因为很多人不会用手机端去登录 那就很头疼啊 看他已经到3万了啊 我们再看几分 再看看一分钟或者半分钟的 好那我就准备一下 我先连接一下手机啊 因为毕竟要跟大家去讲手机的 你看3万8 刚才到3万8了 是不是 这个整体来说会比V2瑞稍微快那么一点点 但是呢 你说快快的明显不明显 这个也不好说 当然如果你的网速是达到了 200兆或者300兆500兆那种网速啊 你这你这绝绝对对的妥妥的直接上到6万 6万8万 还有第一你的网速要快 然后第二看4万14万2还在涨 是不是 他就是4万3 这个超级呢 这个超级呢 确实是比V2瑞要快很多的啊 这个东西 你看啊 4万3千5 这个是非常牛逼的啊 你V2瑞的话 昨天也就是大部分的平均是平均到那个什么了 平均到那个3万5 但是这个超级跑一跑跑开了直接去到4万5了 你说是哪个快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目前超级是最快的一个一个一个梯子 最快的VPN的方式 这可比你用那种呃 限流的呀 那种免那种那种买的要好多 所以说呀 大家能那个什么的话还是就是自己搭个梯子 用这个CN2GIA的线路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是亲测已经成功的了 你搭个梯子 你图的是什么 你图的就是无非就是看电影看的快呀 我走走什么东西走的快呀 对不对 你买一个一年也要20 一个月也要20多 一个月也要20多 然后的话你算上你能 你一个月给你限流限到哪去了 那这个我平均都是去到4万多的 其实是很爽的了 然后你看8K我估计都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看8K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得看自己去折腾啊 喜欢折腾的人你就你就自己去买 自己去买个VPS 然后自己搭个线直接干到那个什么 直接稳定在4万 然后你你网速我是50兆的网速 你如果是100兆的网速估计能去的更高 对不对就是这个逻辑啊 我们来瞅瞅 看看2万现在又是没跑呢 然后的话我先在手机上打开 手机先连上 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我还没装呢 算了算了这节课我就不讲那个其他了 不讲手机怎么连了 手机怎么连的话看我之前的教程好不好 之前的教程的话我也放在那个视频的下方 因为我现在我这个我这个手机上没有装那个投屏软件 投屏软件需要装一下才行的 然后因为是重装的系统嘛 所以说这就不跟大家做演示了 8K的啊 咱试试8K的能不能跑 我50兆的宽带 如果能跑8K 我绝对飞起来了 已经 我从来没想过我我能跑8K 3万5 3万7 3万8 4万2 刚才峰值应该是4万5 我这个我这个应该是多少的呀 我这个应该是50兆的宽带 然后他下行速度应该60兆 跑满60兆 绝对没啥问题 好了就这啊 不跟大家说了 这节课就到这了 然后的话 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点一下 关注 然后呢关注我们麻烦点一下赞 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那个什么 这条线路呀 这条线路真的是很快 CN2GIA 这个东西是没得说的 就说他们这个是 说的什么呀 就是中国优化的服务器 中国优化的服务器 真的是好 真的是好 CN2GIA 如果你只是用来当梯子的话 就用这个一盒的就足够的 然后一个月600G的那个流量 然后你如果是跟我一样想做网站 那OK 那我就建议你去做这个 就是用76块9毛9的 又打网站又打梯子 然后的话做网站速度会非常的快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节课就到此为止 好谢谢大家啊 拜拜